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还有变形金刚一到六的故事介绍 目的是协助不了解变形金刚系列设定的朋友们 在观影前能够大致了解变形金刚这系列在演什么 为何这次变形金刚电影版万寿崛起 普遍被称为变形金刚7呢 因为2018年重启的大黄蜂 已经被官方认定为变形金刚6了 至于为什么麦靠北系列要被重启 也就是因为他拍的变形金刚电影品质每况愈下 连最后变形金刚最经典的变形结构也都在电影中省略掉 导致孩之宝玩具设计师设计玩具非常投诚 小圣们也只能在玩具背后背着厚重又丑陋的大龟壳 环具因此大三机 这次故事也接续重启版大黄蜂的时间线 至于大家关心的万寿崛起是否与前五部麦靠北有关联呢 热血军早查了一些资料官方与导演崔斯维奈特对此表态暧昧不明 猜测应该是以这次万寿截取的票房来决定吧 如果卖得好那大概就可以不用沾麦靠北的光 直接定调为冲洗版了 这次的新主角金刚王在原版登场于G1以后 为了拓展女性粉丝而推出的美版正统续作 Best Wars超能勇士也叫做野兽大战系列 日本则是衔接 头领战士 赢者战士 胜利之斗争 微型地带等等 其中赢者战士的金刚转型聚合力 巨无霸福特 超神雷恩戏源 Star Cyber星宇 死亡克雷等等角色都是出自于此 相信这都是大叔们耳熟能详的童年回忆 有机会再做介绍了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没错 这部电影也不免熟的被政治正确了 金刚王竟然是由黑猩猩主演 强烈建议要改为白毛雪怪 这样才够政治正确啊 而女主角从白人美女演化为黑人 万寿崛起也成了黑人崛起 不过这次热血经觉得没差啦 反正咱们主要看的是变形金刚 哪怕官方来找跨性别来演出也无所谓 反正这类机器人互偶为主的爆米花爽片 人类剧情其实也就可有可无 根本就不是重点 至于没看过前五部麦靠北所拍摄的变形金刚朋友们 不用担心看不懂 其实变形金刚的世界里 是由无数多个平行宇宙世界所堆叠出来的 也可以将万寿崛起视为一部独立电影来收看 并不会影响观影体验 大概了解主要角色间的阵营关系设定即可 金刚王 在原设定中是柯伯仁一系的未来子孙 他们为了结缘人员 进化为比汽车人更小更省能量的强大金刚 虽然从电影版里看不出来就是了 强大金刚分队 原本是赛波坦针对宇宙环境探查所成立的科研小组 得知霸昂龙 也就是狂派未来子孙 霸天狐所进化的原始兽分队 他们企图跳跃时空 来找到足够的能量增幅宇宙后 金刚王小队立即前往阻止 双方因此发生激战的同时 一同跳跃时空来到了原始的地球 所以以时间线来说 金刚王可是比科伯仁率领的伯派 还要早来到原始的地球 而于祖先伯派为了保护地球生命的安全 没有把地球的相关资讯 记录在赛波坦新的档案中 因此来到地球的强大金刚原始兽们 并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来过地球 金刚王的左膀右臂黄豹 早年个性冲动鲁莽经常误事 但经由不断的磨练下 他可是成为实力仅次于金刚王的得力助手 黄豹的成长历程 几乎可说就是电影版大黄蜂的投射 由于他扫描了生物是猎豹 因此具有超高的行动力和侦察力 团队自降犀牛 虽然有着强悍的外表 但内心却是认真且冷静沉着 在团队中的职位属于科学家 帮助团队们研发一些关键武器取得胜利 天空骑士神鹰 强大金刚中唯一的女性角色 在原作中 犀牛发现并拯救因意外坠落到地球的她 但最后被外星人诱拐 整个成了一个新的遍体呼应 恐惧金刚灾恶 根据官方透露的讯息 它定位为猎人的存在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痴迷于猎杀所有变形金刚 他率领的恐惧金刚来到地球之前 已经突入过成千上万的星球 导演曾经透露过 灾恶甚至是来自其他次元的角色 每当他杀死一位对手 便会收集他们阵营的回章作为战利品 灾恶的载具是一辆漆黑的 1994年款359卡车 恐惧金刚并不属于狂派或博派的第三势力 是宇宙大帝一手缔造出来 它比以往的任何变形金刚还要强大以及邪恶 通过角色头部比对 可以发现 灾恶的头顶跟科博文很相似 所谓坊间猜测 面具下的灾恶很可能是其他时间线所黑化的科博文 那么大家关心的科博文万年死对头巨无霸蜜卡登 则没在此部电影登场 那他的下落为何呢 这就要看官方是否认定万寿崛起 与前五部麦靠北所拍摄的变形金刚是否有关系 如果是有关联 那这个时间点大约在变形金刚一之前 有看过的朋友们就知道 蜜卡登此时被冰封 还在军方手里被研究 如果是不相干 蜜卡登大概率还在赛博坦行星上 宇宙之初有一个叫至尊太君的古老生物 他用火种原魔方 这个蕴藏着创生宇宙万物的超级能量 创造出了宇宙大地 由于宇宙大地对能量的渴望 让他变得极其邪恶 反而攻击至尊太君 所以至尊太君就创造了原始天尊 与宇宙大地相抗衡 原始天尊又创造了原祖十三金刚 协助他对抗宇宙大地 被打败的宇宙大地逃到了太阳系 他吞食着地球并与地球融为一体 只露出六个地狱之角 获得胜利的原始天尊 则能量耗尽 变成一颗星球进入休眠状态 也就是赛博坦星 而十三个原始金刚 有的与星球合并 有的战死 只剩下七位原祖金刚 其中一位生命天尊创造了昆特沙 侵占奴役的赛博坦星球 昆特沙有三件神器 第一个是能吸收行星能量的权杖 第二个就是能把物质变成金属的种子武器 最后一个就是火种原魔方 他制造军用与民用的变形金刚 军用就是狂派前身 民用就是博派前身 并使用火种原魔方赐予他们生命 昆特沙更创造十二位远古骑士 以利维护他的统治地位 变形金刚种族因此繁衍生息 另一方面 逃到地球上的宇宙大地 则进入漫长的休眠状态 直到了6500万年前 昆特沙侵略了许多星球 启动种子炸弹 将生物转化为金属 机械化改造 令地球上的恐龙物种大量灭绝 昆特沙曾带着十二位守护骑士 消灭化身为地球的宇宙大地 而这十二位守护骑士 受到了地球生命感化 不想伤害他们的性命 于是将自己开来的飞船 与昆特沙的权杖沉入海底 隐身于地球 失去神兵以及十二位远古骑士的保护下 昆特沙的暴政很快被推翻 七位元祖金刚趁势赶走昆特沙 统治了赛博坦星球 但随着赛博坦文明高度发达 能源问题也日益显现 七位元祖金刚开始在宇宙中摧毁恒星 获取能量 但定下规矩不能摧毁有生命存在的星球 然而 西元前一万七千年 堕落金刚魔君无视了这个规定 在地球建立了摧毁太阳的吸收装置 其他六位元祖金刚健壮 合力击败的堕落金刚 还耗尽生命 将启动行星收割机的原能矩阵 封印在非洲 变形金刚因此群龙无首分为两派 我派是以玉天至尊为首 狂派则是以密卡登为首 他们对于如何利用火种源出现了不同观念与争执 直到了西元前一万年 博派与狂派为了争夺火种源爆发了激烈的斗争 火种源被博派发射入宇宙深处 博派领袖玉天至尊为了避免赛博坦星毁灭 与密卡登达成秘密协议 想利用太空桥技术把母星传送到地球 于是他带着大量人员柱前往地球期间 被不知情的狂派攻击击中 玉天至尊的方舟号太空船因此飘向宇宙 金刚准备来到地球 找寻留在地球上的行星收割机 但櫻波在前往地球途中 刚好与方舟号太空船相撞 櫻波只要把坏掉的飞船停靠在土星卫星上 由于玉天至尊生死不明 可博派便继承他为第四代博派领袖 时间来到了西元前六千年 密卡登发现了火种源在地球 但他飞越地球北极期间 被磁场干扰导航系统 因此坠落到了北极冰城下被冰封 西元四霸四年 英格兰亚瑟王在巴顿山与萨克逊骑士主力决战 梅林恳求隐居的十二骑士求助 得到了一柄昆特沙的权杖 召唤暴风火龙 帮助亚瑟王反败为胜 人类与十二守护骑士召开了圆桌会议 达成协议 由梅林成立光照会 诱称圣殿骑士团 四代守护变形金刚的秘密 梅林去世之后 他与权杖一起封印在海底的飞船里 由十二位守护骑士来守护 由于权杖融合了梅林的基因 所以只有他的后人才能找到并解锁 西元1897年 阿齐伯尔德·威特维奇 在北极探险 偶然发现了被冰封的密卡登 他误出了密卡登的导航系统 系统便把火种源所在坐标刻在了他的眼镜上 此人就是一代主角萨姆的真真主妇 西元1913年 七个人在科罗拉多河流域 发现了疫情巨石火种源魔方 并展开研究 西元1927年 这七个人研究后 请美国政府成立了第七区 专门研究神秘文明对应外星人入侵 西元1930年 第七区开始研究被冰封的密卡登 西元1931年 为了秘密研究火种源 第七区在火种源最弱地点开始建造大坝掩人耳目 1934年 密卡登也被从北极转移到了大坝加以研究 变形金刚的内藏黑科技 促进了人类高科技飞速发展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另一方面的赛博坦星 活派与狂派也发生激烈的战斗 伯派不幸被击败 科普文因此派大黄蜂 去地球创建变形金刚的反攻基地 希望他好好保护地球 接着 大量伯派变形金刚也陆续来到地球 1945年 二战期间 大黄蜂与勒魄加入恶魔军团对抗德军 希特勒最后被钟表型变形金刚杀死 二战之后 美苏能战开始 军备竞赛激烈争斗 太空领域成为必争之地 1957年 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9年 苏联首个无人探月飞船 拍到了月球背面照片 1961年 方舟号太空船 经过了长时间漂流 坠落到了月球背面 其造成的月政惊动到了美国政府 时任总统表示尽快登月 务必在太空领域抢得先机 1963年 苏联发射的探测卫星 再次拍到月球背面照片 对比发现 方舟号的周围数百根能量柱 有被拖移的痕迹 这其实是英波所为 1969年 美国阿波罗11号实现了载人登月 太空人进入了方舟号飞船 首次见到了边形金刚 玉天至尊 1972年 美国完成了第六次登月 苏联随后也发射了月球登录车 取回方舟号的能量柱等零件 英波通过软硬兼施手段 迫使美苏航太人员终止登月探索计划 1979年 英波返回位在土星卫星上的女神号太空船 用一根能量柱解除了堕落金刚的封印 1986年 苏联把研究能量棒的 可控核分裂技术成果 应用在车诺比核电厂升级核子试验中 发生了大爆炸 1987年 大黄蜂在北加州的森林 被狂派闪电追杀 虽然最后赢得胜利 但记忆系统损毁因此失忆 就连发生器也遭受破坏 往后他只能借助广播声来说话 重伤的他扫描了金龟车后昏迷 少女查理将金龟车开了回家 发现他是变形金刚并群为大黄蜂 狂派侦测到了大黄蜂的信号追杀而至 他们哄骗军方 共同合作追踪大黄蜂 失忆了大黄蜂与查理成了好朋友 还帮查理到处恶作剧 直到有一次不小心触电 造成电流被狂派锁定后抓获 并且逼问柯伯文的下落 毁掉了大黄蜂 好在随后赶制着查理将大黄蜂复活 阴错央叉让大黄蜂恢复记忆 于是他们赶紧来到造船厂 阻止敌人向赛博坦狂派通风暴行 大黄蜂先是将飞天腿解决 试图与沙无射同归欲尽 查理则破坏了信号发射器 跳入水中救出了大黄蜂 最终查理决定目送大黄蜂自由离开 大黄蜂随即扫描变成了跑车 去找柯伯文 2003年 美国的小猎犬2号火星车着陆 就被神秘机器人摧毁 那就是天王星 随后他来到地球 扫描变成了F-22猛型战斗机 2007年 卫装成直升机的狂派眩晕 入侵了美军基地 借由疾风探查到第七区的秘密 还查到高中生萨姆 在网上兜售 拥有火种源标记坐标的眼镜 萨姆买入了一辆雪佛兰二手大黄蜂 随后在狂派警车入葬的追杀之下 保护他和女友密奇免受伤害 并与博派会合 但是军方却抓获了大黄蜂 准备将其送往大坝研究 迷乱则向狂派通风报信 狂派成员们便集结 准备来救密卡登 潜入研究基地的迷乱 控制电脑替密卡登解冻 因此狂博两派成员 在城市中展开一场殊死斗 博派爵士率先阵亡 大黄蜂趁机缩小了火种源 最终由萨姆塞入密卡登胸口 导致密卡登阵亡 尸体被抛入了海沟 柯博文将火种源残片交给了人类保管 选择与博派成员留在地球保护人类 2009年上海行动中 军方和博派在上海发现狂派残长的行踪 狂派破坏者临死前透露 堕落金刚即将到来 大学生萨姆则发现了另一枚火种源残片 被植入了海量资讯 另一方面 狂派抢到了军方的火种源残片 潜入海中复活了密卡登 密卡登马上前去会见首领堕落金刚 经由他的指示抓住萨姆 逼问神秘符号含义 柯伯文卫救萨姆 因此被狂派们不讲武德为殴致死 萨姆为了复活柯伯文 找到前特工辛弘斯 用残片复活的变形金刚元老天火 天火破译了神秘符号含义 来到埃及沙漠 将军方运过来柯伯文复活 却被堕落金刚打断 抢走了能源矩阵 开启了藏在金字塔中的行星收割机 准备要榨干太阳能量 危急关头 天火牺牲自己与柯伯文合体 柯伯文不仅复活还全身开挂 立马摧毁了收割机 怒毁堕落金刚 重创密卡登 伯派与人类再次结盟 共同防御狂派 时间来到2011年 在车诺比核灾隔离区 柯伯文大战震荡坡 发现了方舟号的位置 随即赶到月球救回了玉天至尊 使其复活 萨姆和西蒙斯经过分析 发现柯伯文救活玉天至尊 是密卡登的阴谋 而玉天至尊杀死了铁皮 运破坏军方基地 启动太空桥 吸引月球背面的狂派大军 入侵地球 人类不满玉天至尊背叛 驱逐博派成员离开地球 就在博派飞船刚离开地球时 遭遇天王星被击毁 不过博派诈死 早已躲在逃生亭里 准备与狂派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 玉天至尊正把塞伯坦星 转移到地球 狂博两派则在芝加哥 展开一场厮杀 最终萨姆御用博派武器 杀死了天王星 柯博文在人类的帮助下 杀死了正荡坡 玉天至尊和密卡登 危机解除后 人类不愿再卷入外星人的战争 终止了博派一切合作 成立雾峰部队 自行对付狂派 中期局探员贾丁杰 为了得到地狱手里的种子武器 私下与昆特沙雇用的赏金猎人地狼狈为奸 无差别的屠杀变形金刚 并设计突袭柯博文弹位成功 在2014年更杀了博派菲伦 他的残骸 被卖给了世界最大军火商 先端科技KSI KSI还拥有密卡登的头颅 并迫移出变形金刚的精英密码 人造量产出了一大批变形金刚 其实这是密卡登故意的 这一切都是要实现他复活的计划 并改名为格威隆 德州的发明家凯德 回收废铁 买到了柯博文变的卡车 将其维修后 不幸被幕后部队查到 因此被抄家 柯博文则掩护凯德逃生 与博派残缘会合 在得知飞人蚕死的消息后 闯入了KSI总部 将所有研究给摧毁 然而博派撤退时 却遭受大批人造金刚追杀 柯博文则在单挑格威隆的途中 被地狱打伤抓走 还掳获了凯德女儿泰莎 有功了雅丁杰获得地狱的种子武器 博派众人则潜入了地狱的铁骑战舰 救出了柯博文与泰莎 他们偷走了逃生艇离开战舰 广州这边 雅丁杰将获得的种子武器 交给KSI老板红耶稣雅 格威隆则唤醒了全部人造金刚 抢夺种子 大黄蜂与探长及时赶制保护种子 柯博文则带领恐龙金刚加入战局 与格威隆的新生狂派大军开施 地狱也驾驶铁骑战舰来到香港破坏 并与柯博文展开决斗 就在柯博文性命垂危之际 好在凯德父女帮助下 终于成功杀死的地狱 格威隆见大势已去 只好默默逃走 最后柯博文带着种子武器离开地球 并寻找创造主理论 经此一役 人类宣布 变形金刚在地球是违法拘留 随即成立了新的变形金刚 跨国反应特工队 心里除古巴外一切的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只好四处躲藏 凯德也被通气在岸到处漂泊 时间来到了2017年 凯德在芝加哥的古老变形金刚飞船 从一位铁宝骑士手上 获得亚瑟王的十字徽章 凯德因此被选为了最后的骑士 这枚徽章能指引人们寻找到权杖 沉睡的宇宙大地震沉沉欲动 地球上出现了正在合拢的六只脚 柯博文终于赶回了残破的赛博坦星 见到昆特沙 昆特沙随即将柯博文洗脑黑化 并派他回地球找回他的权杖 凯德与梅林后人维维安 最终在海底找到了梅林权杖 却不惜被柯博文给抢走了 大黄蜂随即追上黑化柯博文展开一场厮杀 正当大黄蜂即将隔屁之际 大黄蜂终于恢复讲话能力 其熟悉的声音唤醒了柯博文的意识 但蜜卡登却不讲武德偷袭 抢走权杖交还给了昆特沙 昆特沙来到英国的巨石正六角中心 启动权杖 试图榨干地球能量重组赛博坦星球 好险在博派与人类全力阻止之下 柯博文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打爆了密卡登 并一见正妃昆特沙 再加上大黄蜂搞偷袭 昆特沙只好狼狈逃走 维维安拔起权杖 中断能量传输 赛博坦星开始坠落地面 最终和地球连接 柯博文再次拯救地球 与人类共存建设家园 化身为人类的昆特沙 则继续消灭宇宙大地的置业 让我变形金刚电影版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觉得热解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解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 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 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